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那今天下午的一场比赛当中 中国队和日本队终于是如期而遇 这也是日本战目前表现最好的两支球队的较量 达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日本战的比赛当中 也只剩下中国队和日本队 两支球队是没有输过球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交锋也是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特别是两队的阵容相对是比较齐整的 基本上把去年施锦赛的核心球员都带来了 不像意大利和塞尔维亚队那样派出一些二线阵容 来打的第一站的比赛 含金量也是非常高了 其实不仅仅是打完这场比赛吧 纵观整个日本战的四场比赛打完之后 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排 也是有了一定的心理认知的 我们能够看到球队方面的一些进步 比如说在这个球员的配合方面 包括个别球员在综合能力提升方面 都是有所提高的 那也看到蔡斌的直较风格 也正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一些转变 像去年无论是世界女排联赛和女排施锦赛 中国队的轮换幅度相对都是比较小的 那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里边 虽然说我们的轮换幅度放眼 整个世界女排联赛 所有球队去比较的话 依然是相对比较少的 但是比起去年来说 轮换的频率已经是有所增加了 慢慢的蔡斌也正在给一些年薪的球员 或者说是一些国际大赛经验 不是很丰富的球员 以更多的机会 这个都是球迷喜闻乐见的 甚至这些比整个比赛的成绩是更为重要的 毕竟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比赛 我们最重要的比赛是在9月份 是在咱们中国本土举行的 女排奥运会资格赛的比赛 那个时候的中国女排 才是真正需要拿出成绩的时候 那打完与日本的这场比赛之后 包括看到本场比赛的一些排兵不振 也有不少球迷表示 有三位球员很有可能会 暂时要离开中国女排国家队了 因为按照世界女排联赛的规定 在美战比赛结束之后 各支球队都能够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 此前中国队是公布了一份29人的大名单 理论上这29个人是都有机会参与到 这个每一战的比赛当中的 那打完一战比赛之后 就可以对阵容进行调整 每一战比赛可以允许带16名队员上场 同时的话有14人可以参赛 两个人是备用 所以接下来谁会离开这个团队 谁会重新补进来 也是受到了大家比较关注的 在看完这与日本队的比赛之后 包括整个蔡斌的佑人 我觉得有三名球员 很有可能会要暂时离开国家队 需要进行一定的这种调整了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二传这个位置 那蔡斌目前依然比较信任的是刁立宇 需要停的上场机会是比较少 尽管上个赛季在上海队 他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过可能是考虑到他的经验 有一些不足吧 他的上场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中国女排目前还有丁霞 是处在总的大名单当中的 所以一旦丁霞能够回来的话 那调整二传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主公所中会 其实中会一直到打荷兰队这场比赛 才获得出场机会 也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 毕竟此前在中国女排的训练当中 有不少媒体记者拍到 他甚至跟主力是打到了一组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像他这种矮个子的主公 并不在蔡斌的范围之内 也有可能是之前训练的状态不太好 已经让蔡斌否决了这个战术 包括打荷兰队的比赛当中 中会的发挥也是乏善可陈 或许这不是他的个人能力问题 只能说目前中国的战术 还没有办法给他这样的主攻手 以太多的展示空间 最后的话就是高翼了 高翼是整个中国女排 在第一阶段日本 在唯一一个一分钟出场时间 都没有得到的球员 这个也是让人感觉到比较遗憾的 那么在复工的位置上 其实还有杨涵玉可以去顶上来的情况下 高翼在没有得到出场机会的情况下 估计也很难留在国家队的阵容当中了 对了 好